这些穿超短裙的美女从没见过男人 因为这里是女儿星球 他们呼朋引伴前来围观 想把她抓住献给女王 没成想地上还躺着三个男人 这下可是大丰收了 四个男人刚被带进皇宫 一位美女就情不自禁扑向了男人 其他美女觉得丢人 连忙将她拉开 殊不知四人被这么多美女围着 心里也非常忐忑 总觉得下一秒就会被美女淹没 只有老四蠢蠢欲动 跟站在一旁的小美眉目传情 这时带着面具的女王走出来 跟四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 之后不顾他们的意愿 决定将他们赏给表现好的手下 小美一听悄悄跑了出去 来实验室找到姐姐大美 将女王的决定告知了姐姐 这么好的机会可不能便宜了外人 男人们被暂时关了起来 老大美把女王的话放在心上 跟兄弟们商议如何逃跑 老三觉得只能从这些女人下手 他们在这人生地不熟 必须有人帮忙才有希望离开 可老四的心里只有美女 认为一辈子待在这里也很好 其他人都被她整无语了 这时大美换了套美艳的红色衣裙 借着送食物的机会 打算先挑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 她一眼看中了最帅的老三 老三为了找个内应主动迎合 大美对她的表现很满意 便为他们简单介绍了女儿星球 星球上毫无疑问只有女人 但他们听说过男人这种物种 四人是来到这里的第一批男人 所以女王绝不会放他们离开 话没说完女王的侍卫来了 大美接到报信赶紧躲了起来 侍卫表示女王需要一个男人 老四自告奋勇想要去 却被老大拦住 生怕老四看到美女就忘了正式 毕竟说服女王他们才能顺利回家 于是老三主动揽下了这个重任 但她的表现却让大美很生气 殊不知等待老三的是一场噩梦 男人意外掉落女儿星球 没成想被女王看中 女王示意她喝杯酒住住行 男人立马去倒了两杯酒 可女王戴着面具根本没法喝 男人也十分好奇女王的长相 便要求她摘下面具 不然想轻轻都轻不到 哪知女王反应很激烈 突然站起身 来到一个显示屏前 接着用遥控打开了显示器 让男人看她的科技工厂 并表示她拥有宇宙最强科技 一个念头就能灭了地球 所以男人必须乖乖听话 可男人听到她的威胁也生气了 两人之间的是干嘛要扯到星球大战 气得男人一把摘下她的面具 不成想女王的脸毁了容 把男人吓了一大跳 女王干脆破罐子破摔 逼着男人接受自己 可男人实在下不去嘴 恼羞成怒的女王立即喊人将男人带走 男人回来刚想跟同伴说明情况 突然一个侍卫闯了进来 把他们全部带了出去 次人本以为女王要处置他们 却不料是大美想到了办法 老三感激地抱住大美 老四更是美得冒泡泡 老三趁机说了刚才发生的事 众人一听便知大事不好 女王肯定要杀人灭口 大美赶紧拿出武器分给众人 可这时外面响起脚步声 大美让几人躲起来 自己将来人打发走 然后带着大家一路躲躲藏藏 成功溜出了皇宫 可皇宫周围有探测器扫描 他们只能慌不择路地跑 最后来到一个山洞 老四好奇地到处查看 一只大蜘蛛悄无声息出现 直接冲老四扑了过去 老三一枪打在蜘蛛身上 蜘蛛直接化成了黑水 暂时安全的三对小情侣 逆逆歪歪 连老二都有美女青睐 只有老大行单引之 无奈的老大决定出去溜达溜达 四个宇航员意外流落女儿星球 其中三人得到了美女的青睐 只有老大无人问津 老大不想吃狗粮便出去放风 恰好看到女王的侍卫追来 赶紧回去通知大家 被堵在洞里跑是跑不了了 老三便提议将计就计 假装是大美三人抓住了他们 和侍卫一起押送他们回去 女王立即赶来见老三 然而这只是针对她的陷阱 女王发现自己被挟持 假装伤心地扑倒在床上 其实悄悄拿起了手枪 幸好众人躲得快没被打中 女王却被制服并抢了面具 几人把女王绑起来藏在屏风后 打算让大美假扮女王 并让小美带人破坏科技工厂 这时女王的护卫赶来 女王趁机踢翻了屏风 他们的计划也被识破 女王被解救后依旧不肯放弃 干脆在众人面前接下面具 逼着老三跟她在一起 但老三是真的下不去嘴 女王气愤地将他们带到科技工厂 警告他们武器已经对准了地球 只要她按下按钮地球将不复存在 可惜没人搭理她的威胁 女王气冲冲地走到开关前 剑还是没人妥协便按下按钮 然而她预想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地球始终安然无恙 不信邪的女王一顿狂按 直到把科技工厂按爆炸了 她还不死心地进去尝试 反而加速了爆炸的境地 最终被炸死在科技工厂 女王死了 纷争也跟着平息 大美接任了女王之位 尽管非常不舍 但她并不想强留下四个男人 同意送他们返回地球 这时接到了来自地球的通讯 对方表示让四人继续留在女儿星球 就当星球之间交流学习了 大家顿时一片欢腾 没有女友的老大成了最大赢家 无数美女对她发出爱的信号 瞬间走上了人生巅峰